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按一按訂閱的鈴鐺 按一按鈴鐺,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如果有些廣告不太討厭的,可以按進去看一看 當我的實質支持 跟大家講第六場,明天第六場的四班千二泥地 泥地千二,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就說可能有雨 現在暫時我又假設沒有雨的去想 如果真的有雨,到時各位要撿山 因為上一個賽日有雨,利外變蓋 跟之前季初沒有雨,放回來 馬仔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結果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我現在用一個假設他沒有雨 希望他沒有雨 我沒有可能說假設他有雨 只可以說假設他沒有雨 這場泥地全部都是第一選擇 全部都是有後備保護拳和王牌 也很想來跑這場馬 然後配備變動馬也有很多 暴李如飛初戴防沙罩 又變成這三隻 跟大家先講了神操 暴李如飛,保持功夫 二號的余真余假,保持功夫 三號跟文力量陳家希有碰過 試過閘都是快的,很積極的 四號是怪獸都市,保持功夫 五號是快離,史卓鋒試過兩貨閘 都很積極的 六號的金全德轉馬房 審習城轉去霍利時 熙威心也試過閘 都很積極的 七號的理想回報,保持功夫 八號的二話不說 蘇迪虹,杜美爾也有碰過閘 但終於兩個都沒有,換了潘明輝 九號的威風進馬 田泰安也試過閘 蘇迪虹也試過閘 都是用田泰安 十號的邵春風保持功夫 十一號的常山奇堡 何宅堯有碰過的都是積極的 十二號的超然都是保持功夫 跟大家講到的雙病馬 雙病馬五號這隻快離 左邊曾經腿有腫脹 二月九 然後金全德 一月九號發現是不良於行 八號的二話不說 三月十二號是不良於行 三月十七號 三月十七號是不良於行 這三隻 三隻 和大家講一些古惑調動 上次這隻無理如飛 是何宅堯騎的 今天何宅堯騎了常山奇堡 他就做個杜美爾 接著就 七號上次莫雷拉贏 這隻真是古怪一些 莫雷拉贏了 那天爆了個冷我都中了他 但是今天呢 莫雷拉沒有馬騎的 這場 他又用了 潘頓 看回他操練那裏 就 潘頓和莫雷拉都沒有碰過 那為什麼莫雷拉他又不用呢 真的要考考大家的智慧 真的不明白了 然後十一號 上山奇堡上場 黎海榮騎 黎海榮今天呢 就 沒有馬騎的 他就換過何宅堯 就是沒有馬騎都放過何宅堯 不知道 看看 何宅堯和他騎的合作率很高 33 4 1 1 這樣 上到四班他都是克服到的 然後超然 上次都是李勁國原裝配搭 奇怪一點的就是理想回報 是在這裏 還有十一號的上山奇堡 有些奇怪一點 這場馬 因為很多人都是看著那隻余真余假 都是看回那條片 余真余假上場就跑了長直路 就輸了給兩隻強手 其實他都不是跑得很差的 就是 不上不落 因為上場就剛剛初戴眼罩 究竟這個眼罩到跑泥地的時候有沒有好呢 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看回他剛剛季初跑來的 有理想回報 余真余假 邵春風 上山奇堡 是這樣的馬 可以看回這條片怎麼跑 這隻余真余假 當日九檔 那隻邵春風五檔 余真余假現在都對的了 小春風就先放出來的了 那隻君月灣都不夠小春風快的 因為君月灣有時候跑1600 第三位 第三位 又罵有 余真余假 內涵 第四位 你想回報 那天穿的位出來 很漂亮 但今天為什麼他不用莫雷拉 真是不明白 很漂亮 那天的心所欲跑1650 不知為何放在前面 這場馬 終於爆了11倍的冷門 但今天為什麼不用莫雷拉呢 看看看看 看看可不可以分析到 有個答案 莫雷拉 莫雷拉今天也有跟沈集成合作的 真的不明白 很漂亮 以馬論馬 其實這隻同盟力量 試過貨集很漂亮 都是快的 可以看看 陳家晞試一貨集 就真的放不放回來 就開個時間都OK 所以這貨集也是可以的 但是試集就還試集 因為沒有附綁 所以機會馬方面 就 我想喜歡那隻少春風 因為少春風這隻馬 上次 剛才也看到那條片 這隻馬是曾經 有個傷患底的 他都是很多東西 動作有疑慮 又不良於行 今季 曾經去丁冠濤那裏 跑兩場 都可以快放回來 輸得不太遠 是最拉尾才斷 如果他再有一點點盡 就可能會 有機會捱到一直 但是今天的馬 有如真如假 和文力量 金全德那些有轉倉 變了 只是怕他跑得不太輕鬆 那 我先愛了少春風 先愛了10號的少春風 然後 還有那隻 理想回報 常常人這麼漂亮 你都不理他為什麼 但是今天有個奇怪 沈澤成也有和莫雷拉合作 但是莫雷拉 為什麼又不騎 這隻理想回報 或者是他專門找潘頓 莫雷拉有沒有馬可以騎呢 真的沒有什麼 還有一隻理想回報 接著2號也不可以不要 雖然他人是 up up 但是撿回一個好位 上場就失手了 那些超能 那麼強的對手 今天撿回一個一檔 都是要他的 現在就想想拿哪隻做膽好些 十膽呢 因為丁冠濠這個馬房 都是比較上 鬥志比較好些 那我就覺得 拿著十膽有些賠率 十拖 7號的理想回報 2號的如真如假 我們要多一隻 我們要多一隻 常山奇寶 今天特地放回一個何宅堯 上場為什麼他不用何宅堯 讓我先拆一拆 真的有時候都要盜回一些資料 上場為什麼 我們要回一隻常山奇寶 我們要看賠率先 不好意思 常山奇寶 十六 十七 四 十一 十一 十號膽拖 十拖 7號 2號 11號 10號膽拖 10號膽拖 7號 小春風做膽拖 拖懶滿 拖這隻 魚真魚假 理想回報 還有這隻常山奇寶 上山奇寶 上次其實是何宅堯 已經是粗了 接著換了黎海榮 但是上場就 讓我看看 應該是停賽吧 愛迷日常山奇寶 哇 這場很爛 大家看到 都有點興奮 可能有點害怕 如果 真的覺得 不喜歡小春風 因為 很多快馬 都有點冒險 同盟力量 又快 怪獸都市 不知道 金全德 又不知道 你想回報 威風會中馬 都不會太慢 這隻小春風 就是網 丁冠豪 那些馬 一路跑下去 一路會轉好 那 還有 叫做 輕綁 10號 膽拖 10號膽拖 如真如假 7號的理想回報 還有11號的常山奇寶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未訂閱我的朋友 可以按一按訂閱個鈕 按一下小鈕 有片提示大家一起看 如果有些廣告不太討厭 又想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可以按一下廣告去了解一下 祝明天各位師兄可以多贏 還有泥地 提一提 不要說我沉氣 如果下雨的時候 就好像上次那樣 就可能未必你放頭 現在我是假設他不下雨 才選這些馬 希望各位可以留意一下 多謝 拜拜